大家好,我是程飞 有小伙伴跟我分享说 大王庄这边新开了一家炒菜和饭资助 然后叫这个九香 它在八百路旁边 然后这一路旁边还有一个十二经路 十三经路 这不禁让我想起北京这个横积桥树八条的命名方式 原价十八一位 存购的话十五块多一位 那咱看看吧 午餐时间人非常多 因为人多不太方便拍菜 所以每个部分拍了几张照片 店里人非常多 炸酥丸子 面粉还能过高 没什么菜味 好多瓶 咸那可是吃着不甘不叶 凉拌臭豆腐 凉拌臭豆腐 这玩意儿吃不惯了 还是油炸的好吃 肉丸子 这在我吃过的资助盒饭里头 肉含量算很高的了 也不知道是炸什么 感觉像是某种炸鸡 炸鸡块儿类的 炸鸡脖子 鸡脖子还能炸 水平不输很多那种街头炸鸡店 但是确实因为是凉了 所以这个美味有所下降 但是能吃出来 它本身是好吃的 炸鸡块儿 吃了点酒 有点皮了 凉拌头 凉拌头螺丝 凉拌头螺丝 炸辣椒 这几个都是正常水平 炸馒头 炸馒头 炸的挺香的 而且这馒头本身是带甜味的 红烧肉炖鸡脉 鸡脉 鸡脉 鸡脉刚才不小心被我吃了 说实话 挺一般的 但是咱有肉吃就知足了 炒心脉骨 炸鸡脉 这个调味比那红烧肉好 西红柿做的不错 之前吃过好几家盒饭 它都是 西红柿稍微有点偏硬 它这个软度比较合适 酸中带着微甜 这两半炒豆腐真接受不了 这炒不香 衣炸 放开 死 今后 墨 夹 高 trends 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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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